我们一同来祷告 神啊 你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要依靠你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师哥 你成了我们的拯救 那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已经定义 谁能阻扰呢 你的手既已经伸出 谁能使他缩毁呢 所以万民轰闹 好像海浪澎湃 列邦喧闹如同洪水滔滔 但神你一斥着 他们就远远躲避 耶和华 你不但是照天地的主 你更是爱我们良善慈悲的天父 你常在我们的面前 你在我们的右边 我们就不知动摇 因此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的灵快乐 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知道 在你有永恒的道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神啊 我们为我们教会在柬埔寨 金边的短宣队来祷告 我们为他们已经平安地抵达 快速地适应 而且有健康的身体 并已经开始侍奉 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特别为他们刚刚带领的 主日的崇拜 在当地金边的教会 我们向你感谢 谢谢你保守他们 在有供电不稳的时候 还提供了备用的发电机 以至于整个崇拜 能够顺利地运作 也感谢你 使用整个短宣队 分享的信息见证 还有他们带来的专题 还有各种的一些的服饰 能够不但造就 那里的年轻的信徒和学生 也为当地那个教会里面 有十三位还没有信主的 木道友的学生 我们为他们祷告 求你的福音感动他们的心 开启他们的眼睛 叫他们可以认识 并且信靠你 也为短宣队继续 要给当地教会的劝勉 给他们教会的同工的培训 主求你使用 让他们能够得到 有实质的果效和收获 主我们也为 我们教会粤语堂 他们在中秋周末的聚餐 来向你祷告 求你使用他们的准备和分享 可以跟朋友有效地 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愿意来的木道友 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大能 他的爱和新生命 愿意悔改信靠主 求你祝福他们的筹备和邀约 也大大的赐福来使用 主啊 我们求你继续供应 我们教会一切的所需 我们为我们要成交 买地还缺乏的三百万的现金 可以在十月底前 能够全部都到位 我们深信 神你必定供应 求你祝福 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弟兄的姐妹 他们乐意慷慨地奉献 你所赐的金钱 求你加添他们所需的一切 好叫我们教会在一切 继续的各种的事工和善事上 能够足足有余 主啊 求你继续使用这个教会 主能够在这个城市 在这个地区 主为你作严作光 我们这样子同心和你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用读经的方式 我们继续来敬拜神 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到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读 请 耶稣回答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来到那里 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 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瓷心 上前又油和酒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他到旅店里去 照应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来交给店主 说 请你照应他 额外的费用 我回来时会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 那人的灵舍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对他说 你去 照样做吧 这是神的话 请坐 我们把时间交给方方传的 祢阳姐妹们 祝内平安 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有七个诸侯国 他们分别是 齐楚厌寒赵卫秦 这个七雄称霸 那赵国呢 有一位几乎和连坡 齐名的大将军 叫赵蛇 蛇齿的蛇 他多次为国家 立下了汉马功劳 那赵蛇有一个儿子 叫做赵阔 这是括号的阔 赵阔除了俗读兵书之外 还喜欢讲论兵法 他谈起用兵之道来 滔滔不绝 令所有听的人 无不赞扬赵阔 是一个能勇善战的将能胡子 可是赵蛇最了解 他自己这个儿子 赵阔只不过是一个 在头脑上知道兵法 但实际上却不能用兵带兵打仗的人 在公元前的259年 秦国进攻赵国的邻国 也是他的同盟国 韩国 赵王联盟派连坡 算领20万大军去迎敌 秦赵两军就在当时的叫做上党 今天叫做山西省的长治市一带 两军对垒 战场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军连坡 他根据敌我形势 做出很好的判断 调兵布阵 他决心要打一场持久战 任凭秦兵怎么样的挑衅 连坡这是固守阵地 不去主动出击 因为秦国 我们从这地图上看 秦国是他的后防线非常地长 很多的山路 所以他的运输非常困难 两军在对垒 两三年之后 三年多之后 秦军已经慢慢显出疲惫的状态 前线的将领看到形势不妙 只好向秦王来汇报军情 我们知道秦国有一个有名的谋士 叫范居 秦王就请范居出主意 范居说 要想打败赵国 必须先叫赵国把连坡调回去 于是秦王就派这个奸细 用千金贿赂赵国的权臣 并散播谣言说 赵将为马夫君最良 马夫君就是赵舍 其子赵阔永过其父 若使为将成不可挡 连坡老而去屡战俱败 为秦兵所逼 不日将相其宜 这大概意思是说 连坡已经老了 根本不中用了 他哪里还能带兵打仗呢 因此他只会固守 不能进攻 所以打了三年多 还没有打败秦兵 赵国如果要打败秦兵 除非重新启用后期之宿赵阔 秦国这招离剑计果然奏效 赵王对连坡的坚守策略开始不满 于是就决定要撤换连坡 这时候赵舍已经过世了 那他的儿子赵阔就接替连坡 率领四十万大军来迎战秦军 但是我们知道赵阔这是个会谈论兵法 不会临场作战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完全改变了连坡原有的作战计划 他主动出击 结果中了秦军的主帅白起了计谋 赵国的四十万大军被分块的包裹 团团地围住 赵军将士们奋勇战斗四十多天 结果伤亡非常惨重 赵阔他也自己被困 想带兵突围 可是内无粮草 外无旧兵 最后被秦军是万箭启发 被射死 赵军看到主帅阵亡了 也纷纷地交陷投降 四十万赵军就在这场战争当中全军覆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赵阔仅在头脑上知道怎么用兵 但实际上却不能带兵打仗 结果惨遭失败 还赔上了性命 我们看到战场上有知行不义的将领 那信仰上也照样有知行不义的信徒 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七节 就记载了一个在信仰上知行不义的人 他是一个生活在耶稣时代的律法师 律法师是干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人呢 律法师是专门考察圣经 研究律法的人 律法师研究律法他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永生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那边说 教训犹太人那句话得到证实 耶稣说 你们查考圣经 是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 耶稣也进一步告诉犹太人说 这经正是为我做见证的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那律法师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耶稣这位真正赐生命的主 站在他的面前 他却拒绝了耶稣 不但如此 律法师还凭着自己对律法的熟知 来挑战耶稣 他试图用律法辩导耶稣 他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 反而被耶稣来揭穿 他是一个头脑上知识到律法 这个生活上却不照律法而行的人 下面我们就从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二十五到三十几节 来深入认识一下 这位自行不一的律法师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说老师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律法师问这个问题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不对的是他问问题的动机和态度 他不是需求向耶稣来求教 而是带着恶意来试探耶稣 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不存的动机 向他隐瞒真理 那是抓住机会 用令人惊叹的爱和智慧来回应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 你是怎样念的呢 律法师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临舍如己 律法师的回答也没有错 他是引用了旧约的两处经文 一处是在《生命纪》的六章四到五节 是当时摩西在以色列民 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 所吩咐他们的话 说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稣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稣华你的神 另外一处是在《利维记》的十九章的十八节 那边说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你要爱临舍如己 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到律法师他不加思索 就很快用律法 也用律法来回答耶稣 可见他对律法熟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耶稣听了律法师的回答 就对他说 你回答得正确 你这样做就会得永生 律法师听到耶稣叫他做 心里可能有些不安 因为耶稣说这话 刺到了他痛楚 也揭穿了他真实的面目 他的确是没有行出 律法要求他爱神爱人的这个要求来 于是就找出借口 为自己辩护 又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说 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趁机讲了一个比喻 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 从那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另外一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维人来到那里 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 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 看见就动了磁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 带他到旅店里去 照应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来 交给店主说 请你照应他 额外的费用 我回来时会还饮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 那个人的灵舍呢 他说是怜悯他的 耶稣对他说 你去照样做吧 我们先对这段经文做一些观察 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上下两部分 25到28节分为上半部分 29到30节下半部分 我们注意到这上下两部分之间 好像有一种平行的关系 如果我们横着看 对照这个颜色一样的词 就会发现 这两段都是以律法师 向耶稣提出一个挑战的问题来开始 然后耶稣反问律法师 而律法师有回答 并且两次回答都正确 两部分的最后呢 也都是以耶稣吩咐律法师 照他自己所说的话去做 而结束 我们看到这两部分在结构上 基本上是平行重复的 这种平行的写法 其实不是随意写出来的 而是一种特异的 这种技术的手法 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 经常用一些平行重复 来带出一种强调的意思 尤其是在比喻和叙事体的问题中 古代人不能像我们现代人一样 你拿个黄色的笔一画 我highlight这一边 就是我要看的内容 古代他们写作的时候 很有重复的内容来强调 这一段是我要强调的意思 所以这边其实两个重复也是 作者路加达到了一种这种效果 他用这种重复两人对话的方式 强调律法师是一个自意善变 头脑有律法 生活却不行律法的人 我们再看了这个 除了横着看再竖着看 除了平行 我们这个看上下部分之间 还有种递进的关系 在上部分 耶稣是直接访问律法师 所以律法的要求是什么 律法师就很快地就回答 下半部分 耶稣改变了对话方式 他没有马上访问 而是先讲了一个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然后再问谁是临摄 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拿掉 这两部分好像只是 我们刚才所看的平行的关系 但是这个比喻 就是这个下半段的意义 变得非常地丰富和生动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 把一个死的律法 指出了一条活路 耶稣在28节和37节 两次吩咐律法师要他做 这个意义有些不太一样 第一次吩咐律法师做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做不到 因为没有人能够尽心尽力 尽力尽力 爱神 又能爱人如己 没有人能够完全行律法 得永生 但是耶稣第二次吩咐律法师说 做 叫他爱临摄 却是律法师可以做到的 可见耶稣是用这个比喻 是教导律法师 怎么把刻在他头脑当中的 这个律法 转化到生活中的一种行动 来活出来 律法师其实无需再高谈 他怎么知道爱神 他如果能爱他看得见的弟兄 就是爱那看不见的神 他只要坐在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他唯一要做的 就是要行出自己所知道的律法来 耶稣用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给律法师带一个深深的教训 让他看到自己生命的真实光景 也教导他如何做知行合一的人 那我们现实中的基督徒 我们也有个人的读经 也参加小组聚会 传奇的查经 BSF CCF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把这些圣经的知识 装在我们头脑里面 实际当中行不出来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 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 来看如何活出信仰 有三点的启发 帮助我们做一个 知行合一的基督徒 第一 就是 有慈悲怜悯 那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三节说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慈心是和和本的翻译 那心译本的 不同的版本 心译本和驴中中的译本 将慈心翻译为怜悯的心 所以慈心也就是怜悯的心 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 这样一个问题没有 撒玛利亚人 他的怜悯心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是他看到这个被打的人 非常可怜才突然冒出来的呢 还是他本来就有 只不过是在遇到需要的时候 才显明出来 动了慈心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如果查一下希腊文的话 它是一个被动形式的 主动用法的词 其实这意味着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怜悯 是他内在主动的 一个就有的 只是在遇到这个情况被需要的时候 才显了出来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动了此心 我觉得也非常好 也可以表达这种意思 就是说这个怜悯心本来是在 这个本来就有 只是在遇到需要的时候 才被动了起来 被搅动起来 可见怜悯的心 是在 是要先与怜悯的行动 那我们也看 真言的四章的二十三节这么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的 神的话告诉我们 一个有怜悯行动的人 必须要有怜悯的心开始 否则 对一个缺乏怜悯心的人来说 周围发生再多可怜的事情 可能都不会引起他的怜悯 那欲和撒玛利亚人相比 祭司和利亚人 就是没有怜悯心的人 我相信当祭司和利亚人 看到自己的同胞 被强盗打得半死 躺在路边的时候 他们的脑袋当中 肯定想到了摩西的律法 要爱临舍如己 可是由于缺乏怜悯心 他们不能将头脑中的怜悯 转化为身体上的行动 反而会计算 我要是做出怜悯 会付什么样的代价呢 祭司可能在想 我是祭司 律法要求我不能接近死尸 这个人如果他断了气 我一碰他 我就不接近了 我不能干这傻事 他就离开了 那利亚人可能说 这人伤得这么严重 这治疗费可是不小一笔经费 他的钱又被强盗抢走了 我要帮助他 这谁来出这个医疗费呢 太麻烦了 还是扫管闲事了 祭司和立卫人 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之后 就很快地为自己这个缺乏怜悯找到了借口 于是就装作若无其事地从一边过去了 弟兄姐妹们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缺乏怜悯心 我们就会对周遭的需求 视而不见 当我们在餐厅吃饱了 又带着多余的饭菜回家 车停在十字路口 看到无家可贵的人走近的时候 我们不但舍不得向窗外 递出一个多余的饭盒 还故意把头扭向一边 装着我没有看见 缺乏怜悯心 我们对教会的施工 冷漠观望 当我们在家里看球赛 突然有长辈打电话需要接送 我们就说 找个借口说身体不太舒服 你还是找别人吧 缺乏怜悯心 我们就会对拯救灵魂的工作 不感兴趣 当有人邀请我们去探访福音朋友 我们说 上班一周太累了 还是在家休息休息吧 我们看到缺乏怜悯心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走到了祭司和利用人的光景 神的话在雅各书第二章提醒我们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我们应当常常反省自己 是否在知心合一上 有所欠缺 你可能说 我很想怜悯人 但是我的怜悯心不足 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除了向神 认罪 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回欠之外 还需要做的就是祷告 这是第二点 向神求怜悯 我们要常常向神求 求祂赐我们一颗怜悯的心 因为神才是怜悯的源头 我们人的怜悯 是来自于神 其实如果你查一下 与动词 这个动怜悯 同根的词 在信心若当中 大约出现了十五次 除了这一处外 其他地方都是用在耶稣的身上 比如说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来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他们的会堂里 教导 宣讲天国的福音 有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一大群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无助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的确 怜悯是神的属性 人的怜悯来自于神 人唯有与怜悯的源头相连结 他的怜悯才会纯洁无私 并且持久永恒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把头脑里知道的怜悯 进到我们心里 并转化为行动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是我们一辈子 都要学习的功课 都要走的路程 在走这段路程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仰望信靠 复活的耶稣 你还是在独自地孤行呢 如果你还是自己在走 那请你来紧抓着耶稣 不要松手 他会帮助你 一生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那做自行合一的基督徒 除了有慈悲怜悯 第二还有无私慷慨 路加菲的十章三十四节说 撒玛利亚人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商处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 带他到旅店里 照应他 第二天 他拿出两个银币来 交给店主 说 请你照应他 额外的费用 我回来时还你 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 不但他有怜悯的心 他还把怜悯的心 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慷慨的行动 他这样的慷慨 并不是突发奇想出来的 而是平时就有预备的 所以慷慨需要用心的预备 他出门在外的时候 随身带了油和酒 我想不仅仅是为了 他自己的需要 也是随时为了帮助 周围有需要的人 他还懂得怎么包扎和处理伤口 说明他拥有基本的医疗知识 并且具备必要的一些救护条件 技术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提醒我们 若想做慷慨的人 就要在平时预备和训练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去做吗 我去年暑假 送儿子去黎城教会 做VBS的义工 回家的途中 车子因电池不足死在路上 我就马上打电话 给教会了一位弟兄 他说他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车里还有姜坡 几分钟之后 那位弟兄就开车过来 并且熟练地帮着我 把车子发动起来 这位弟兄在车里放了姜坡 他也懂得如何快速地 用姜坡把两个车的电池连接起来 他其实是准备好自己 随时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慷慨的表现之一 是在时间上面 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把受伤的人 扶上自己的身口 他自己却是走路的 不但如此 他还送受伤的人到旅店 亲自照应一个晚上 他扶着受伤的人 切上自己的身口 他难道不怕 这个受伤人这个肮脏的衣服 把他的马鞍给弄脏了吗 他走了一天的路程 他难道不想晚上休息一下 第二天更有精神走路吗 慷慨无私的人 为了别人的好处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 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 我们教会有一对热心的夫妇 他们住在医疗中心附近 经常开放家庭 接待来休斯顿治疗的病人 他们还带病人去医院来教会 他们不怕麻烦 为病友提供住宿 还花时间陪伴 这不正是好撒玛利亚人 所显示出的慷慨吗 撒玛利亚人的慷慨 不仅是表现在时间上 而且还表现在金钱上 有圣经学者认为 这位撒玛利亚人 可能是经常 往反映耶路撒冷 和耶利哥之间的商人 他和旅店的店主 非常的熟悉 也有良好的关系 他为了做生意 还要赶路 于是就拿出两个银币来 交给店主 请他来照顾受伤的人 如果钱不够呢 他回来再补 他信任店主 也被店主所信任 可见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不愧是既慷慨又智慧的人 他有怜悯心 平常预备自己 在遇到需要的时候 就马上行动 不顾惜自己的时间 不吝啬自己的钱财 他以对人的爱 来彰显出对神的爱 那我们可能都不是 生来就慷慨的人 但是我们信的主 我们要靠着主 来学习慷慨 也让弟兄姊妹 其他弟兄姊妹的慷慨 无私的生命 影响我们 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我上一周 在准备讲章的时候 这个准备讲章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弟兄打电话 给我 他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 他看到教会几个家庭 在购堂 这个上面有慷慨 拿出50多万的美元 来做匹配基金 他也愿意为践踏风险 但是他在网上填表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麻烦 他不能stubmate 交不出去 他就主动打电话问我 让我帮忙 我把那个正确的link发给他 他最后就做了 以我的慷慨 这样一个行动 不但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其实这样的慷慨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 基督徒的成长 需要生命影响生命 没有生命的见证 光靠嘴巴上讲道理的基督徒 带出来的信徒 也是知行不义的人 那我们看到 做知行合一的基督徒 除了第一是要 死悲怜悯 第二要无私慷慨 第三呢 叫有爱心的 饶恕 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表面上 看来是一件很简单的善行 实际上却显示出 他对歧视自己的犹太人 有一种深深的爱心的饶恕 由于历史的原因 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之间 其实是有着世代的恩怨 住前的722年 亚述攻占以色列北国之后 搂掠了当地的犹太人 到外地 同时又把这个 异族的一些居民 迁到以色列 留在当时以色列的一部分犹太人 就跟异教徒同婚 结果就形成了南方犹大人 之间 看为不纯的混血的 伴犹太人 也就是撒玛利亚人 当犹太人 从贝鲁之地归回的时候 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 而北方的撒玛利亚人 因着不被犹太人所接受 他们就在希腊的统治时期 在他们当地的基利新山 也另外建了一个圣殿 这一举动 更加深了犹太人 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 并且在马加比王朝的时候 撒玛利亚人向叙利亚人投降 还将基利新山上的一个圣殿 献给了宙斯神 这一举动 也是激怒了犹太人 到了第一世纪 耶稣的这个时代 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 依然非常的强 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七节 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说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 请给我水喝 撒玛利亚妇人对她说 你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这个作者 约翰还给出了原因 因为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可见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世代 是世代为仇 互不往来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比喻当中的一些 得到一些线索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冲突 其实当耶稣问律法师 谁是他的灵射时 这个律法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是撒玛利亚人 他回答的是怜悯他的人 他明明知道是撒玛利亚人 却出于对撒玛利亚人的歧视 故意不提他的民族 而用怜悯他的人来代替 尽管如此 这位撒玛利亚人 却没有因为遭受犹太人的歧视 而收回他的爱心 他乃是用宽广的胸襟 来对待歧视自己的人 看到对方的需要 就不计前嫌 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 主动帮助 好撒玛利亚人 完全无私的爱 和饶恕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撒玛利亚人的爱心 也把终极的饶恕者 指向基督 因为唯有在耶稣里 才有完全真正的饶恕 耶稣在十字架上 对迫害他的人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耶稣不但赦免那些 迫害他的人 他要赦免所有 信他之名的人的过犯 要饶恕一切 成他始祖的人的罪孽 那我们基督徒的饶恕 一方面是学习耶稣 另一方面 也是遵守神的吩咐和命令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不饶恕 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 也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这是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十五节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还应该明白 饶恕不是一种忘记 而是甘愿放弃 自己的权利 伤痕还可能在 但是这个伤痕却无法 带给我们受伤的感受 饶恕也不是简单地 说一声对不起 饶恕是甘愿 从心里面挪去 那个酷毒和仇恨 并且为了对方的益处 向神祷告 有一位弟兄 给我分享 他饶恕的一个经历 他有一个非常小气的同事 经常在背地里说他的坏话 甚至还在老板面前毁谤他 但是老板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诚实政治的人 所以就并没有做怎么处理 那位同事知道之后了 反而更加地嫉妒起来 这位弟兄被同事的这个做法 弄得心情很糟糕 有时候晚上想起来就睡不了觉 到了这个公司看见同事 也非常的头疼 他这样非常痛苦 有一阵子 就有一次呢 在一次灵修当中 他读到约瑟 如何饶恕了他的弟兄们 圣灵也提醒他 要开始对他的同事 要饶恕 于是他就决定采取行动 先从祷告开始 求神改变自己 也改变对方 他注意到他的同事 是不是快要到了 就准备了一个精致的卡片 还有一段很感人的经文 就送给他的同事 没想到这个同事收到卡片之后 向他感谢 对他说 你是全公司唯一记得我生日的人 然后之后呢 还要跟他说 我以前做的是错的 我要向你道歉 那这位弟兄 他就为这个事情向心感恩 他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 突然落了地 他压抑很久的心情 一下子在饶恕当中 得到了示范 觉得自己好像 活得非常地轻松 他感谢神听了他的祷告 他也享受到饶恕所带来的自由 的确 饶恕不但 使我们被困的心得到解脱 也更让我们与神的关系 变得清净 弟兄姊妹们 愿我们都成为一个 用爱心去饶恕人的人 如果在教会中 你见到曾经得罪过 你自己的弟兄 请你不要躲避 主动上去打招呼 夫妻之间如果有矛盾 请不要再重提 以前他如何伤害了你 聚会结束之后 请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你发誓一辈子 也不想再见面的那个人 耶稣借着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教导律法师 要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通晓律法 不行律法 不足以使他得永生 他需要从内心 有彻底的改变 活出慈悲怜悯 无私慷慨 爱心饶恕的人生 神的话今天也提醒我们 基督徒不要只明白自己是个罪人 我信了耶稣 我要熟知圣经的道理 也要从神来活得力量 意志和能力 我们要进入世界 活在世界 我们要怜悯 关心 孤苦者 慷慨 相助 软弱者 用爱心 饶恕 伤害我们的人 借此去传扬 神国的福音 赵队 虽然熟度兵数 熟度兵数 但是他自行不易 只在头脑上 知道兵法 实际上却不能用兵 结果命丧战场 今天我们基督徒 也是在进行一场 征战 这是一场肉眼看不见的 属灵征战 我们的敌人 是空中掌权者 魔鬼 魔鬼 喜欢知行不易的信徒 因为知行不易的信徒 在他恶毒的攻击面前 站立不住 耶稣在《洛家福音》第六章 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说 你们为什么 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照我的话做呢 凡到我这里来 听了我的话又去做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把地挖深 把根基立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到房子 房子总不动摇 因为盖的 盖造得好 但听了不去做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立刻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损坏得很厉害 你我想把自己的房子 建在磐石上吗 那我们就做一个 听到又行到 知行合一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比喻 让我们看到 我们基督徒 不只是信的主 拿到一张 去天国的门票 我们是要在地上 活出一个 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行出于我们所信的 合一的生命 我求你帮助我 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 但是我们要在你那边 继续地信 靠着你 来过每一天 我们谢谢你 有这样的宝贵的话语 帮助我们 让我们行在 每天的生活当中 感谢神 这样的祷告 耶稣基督 多谢神明 阿们